好,各位朋友晚安 歡迎來到哲學星期五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 哲學與新媒體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標題曲得非常有趣 就是當蘇格拉底遇上晚軍 會發生什麼新的化學變化 或什麼新的活化 好,謝謝各位 那,看來在場很多是蘇家的粉絲 那活動結束可以跟他合照啊 怎麼樣簽名啊那樣的 好,所以其實哲學在這幾年 成為他熱門收集的關鍵字 其實很大部分跟朱家有很大的關係 你如果在這個Google裡面 你這樣key in 哲學 最早出現的推薦是哲學哲學機蛋糕 因為這個blog他已經經營了七年 所以我們哲學的詢問度能夠大幅提升 當然也要感謝這個朱家 他的投入 讓哲學原本是個文州州 非常學院巴普的一個學人 所以突然之間變成sexy 很性感起來 好,所以我們今天呢 想要請在座的這三位語談人 其實他們都是哲學新媒體 就是在哲學的領域 他們創辦了自己 屬於自己的新媒體的一些哲學人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朱家安 那各位在場的人很熟悉 因為他在聯合報有開他的專欄 然後他的哲學系雞蛋糕已經開辦了七年 然後他現在在臥草工作 然後他明年要開辦一個新的媒體的平台 叫做公民學院 等一下他會說明一下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第二個語談人呢 是我們的王子面 王子面也是個哲學人 然後他是台大哲學跟法律系畢業 然後也非常有熱情在做哲學推廣的工作 所以各位稍微有注意到的話 今年他創辦的台灣牛史萊 第一個哲學的網路廣播節目 已經錄了26集叫做哲思台灣 在座有人可能都聽過哲思台灣這個品牌 就是王子面這位哲學人自己獨立創辦 而且百分之百多三一個人獨立完成 然後就拿著一支賣這個錄音品 然後就跑全台灣去採訪 一些對哲學議題的研究的人 然後他也參與創辦了哲學新媒體 那我們第三位的語談人 鄭凱源 他創辦了哲學新媒體 然後在場有很多哲學新媒體的夥伴 所以等一下呢也可以請他們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這些哲學人 為什麼要投入新媒體的創辦 他們的心路歷程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不浪費時間 我們就先開始請朱家安來談談 為什麼他這位哲學人 要投入這個媒體的這個領域裡面 然後為什麼他要推出這麼多的新的活動 那我們先一起掌聲歡迎一下朱家安 大家好我是朱家安 那首先呢我想像這個 在座當初因為我不小心記錄直覺系的朋友們道歉 你們在直覺系碰到 然後不公跟痛苦我都蓋垮成瘦 但是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你想想看 我有經過跟你類似的交流 可能心裡會平衡一點 我現在在臥草工作 然後同時寫幾個網路專欄 另外一個身份呢 是中正哲學所的休學生 我故事在座大部分的人 有可能稍微有聽過 我有個部落格叫做直覺直覺雞蛋糕 那當初為什麼寫這個部落格呢 是原因很單純喔 如果在座有些哲學生 我剛剛有聽到 我相信你們在哲學 在哲學系念了一年兩年 那會發現一些奇怪的事情 比方說我去逛書店的時候 你看到我那個必修的課本 在架上面 這我在很多人講 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講的 必修課本 書店 書櫃上面 就跟那個算命的書放在一起 你身為職業生 你看到這個會覺得怪怪的 心裡有點不平衡 然後你會開始想說 為什麼在台灣社會 這就是如此的不被了解 那最後呢 你想了想 會覺得好吧 那我就自己來做好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做呢 那個時候剛好是網路部落格 開始有人在寫的時候 網路上面很多大大 因為部落格變得很有名 那個時候的學生 你可以從你相信 部落格是一個 你可以把自己學的東西 傳播出去的管道 所以寫這個部落格 在當時呢 中正哲學 中正哲學所 在哲學普及這方面 還蠻活潑的 我們除了寫部落格之外呢 也有組織了一個 哲學推廣社群 叫做簡單哲學實驗室 簡單哲學實驗室呢 它雖然阻止是要推廣哲學 但其實我們是一個很 很懶散的團隊喔 怎麼說呢 比方說我們辦的營隊 大學營隊 是沒有那個大地遊戲的 為什麼沒有大地遊戲 因為現在工作人員 比參加的人 還不想玩大地遊戲 每個人到最後都對著 跟狗一樣 有辦過或有參加過的 大家應該知道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 我們是懶散的團隊 是因為 我們的活動版 應該是還暑假的辦 但是我們有時候 會忘記辦 所以有年是這個樣子 差點就忘記了 趕快來招生一下喔 那 這個團隊呢 我們提供的哲學課程 都是盡量跟社會議題 有所連結的 比方說這個 你可以知道 這個是在討論那個 細工作合法化的問題 像是這個 在討論安樂死的問題 我寫的哲學基礎高 然後跟所上的夥伴們 一起做簡單哲學實驗室 一直做到今年五月 我突然發 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 或許我們可以試試看 用哲學普及 這個方式 來養活自己 所以我就跟中正哲學所提休學 想說兩年時間 來拚拚看 結果化音性很好 我一休學 就被一個公司給錢走了 這個公司 現在大家知道 叫臥草 那 最近大家聽到臥草的名字 可能是在那個 市長給問 或是更強的 跟微博給問 東營霸主給問 但事實上 臥草還有做很多 揭露我們覺得 大家應該知道的 政治資訊 的事情 比方說立法院裡面的討論 像是臥草 做了類似這樣子的影片 現在的選舉一檢舉下來 你就往前衝 難道DNPM報紙就是走路空出來了 把人帶進去 到最後沒有的話 報紙已經出來說你走路空 我說這個人有些屬性的 不是空虧位 我問的問題不是反威脅 我問的問題不要去害到真正的人 但是我會跟 市長講 不是只有COVID-19會買票 我跟妳講 某些政黨也會買票 由我兩個政黨我都總共 我說這個話是沒有人敢說的話 我不是反威脅 我非常支持威脅 你可能聽過這個報道 但是可能沒有親眼看過他講這句話 就是臥草提供回向迪惑 讓你知道 你應該知道 立法院裡面發生的事情 剛剛那個東西我們把它叫做 我會無雙烏龍球 為什麼是烏龍球 就是立委質詢出包的畫面 那我們當然也有提供一些 正德的 真的很認真的質詢的畫面 那大家可以去 我會無雙烏龍在上面看 收入非常的多 臥草當初 會選擇網路 作為提升公民參政的一個媒介 就是因為我們相信 下一個世代 會是一個網路的世代 大家會花費非常多的時間 在網路上面做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關於共同 關於這個社會 應該往什麼方向走 但是 現在想想看 你上一次在網路上面跟別人做討論 是用哪一個平台做討論 大部分是用臉書 對不對 你在臉書上面 如果你看到一個很嚴肅的 很嚴肅的話題 有個PO動態把它PO出來了 接下來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會理他 對不對 那萬一他PO的那個 那個他的立場是 推行時間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比方說有破壞的動態 就是說 因為上帝不喜歡同心臉 所以同心會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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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謾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我們期望中 網路世界 幫助 公民討論 的場景嗎 大概不會是 這不會是我們想要的公民討論 所以臥草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想 我們可以如何好好的利用網路 來讓台灣的民主更健全 維護武雙跟市長給問 最終的宗旨 就是在這邊 好好利用網路這個媒介 那 臥草也注意到了 大家在網路上面 討論的 品質跟效率 往往都不會特別好 我們 做一點分析 在想說 為什麼現在 台灣的 或者說世界上的網路討論 會這個樣子 最後決定 推出一個 針對這件事情 的解決方案 它叫做公民學院 公民學院目前還是一個策劃中的方案 我們對於這個方向 這個專案的方向 有蠻抽象的想像 我們找到問題 現在我們正在找 解決的具體的方法 我們對問題的分析 大概長這個樣子 現在台灣有 從左邊開始看 低品質 低效率的討論 有兩個可能的原因 第一個是 進行好討論 需要的知識跟能力 台灣大部分的人 還沒開始習慣 那另外一個是 對於討論 特定議題 需要去閱讀的那些論述 通常散布在網路各處 你要運氣很好 你的朋友有PO到臉書牆上 或者有人有給他comment 有link過去 才有辦法看到 在臥草將來的公民學院補牌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網站 來解決這些問題 這個網站它必須做到 可以增加那些人文普及文章 的曝光 讓大家從網路上面 更容易地吸取那些 公民參政需要的緣分 然後再來 這個平台希望可以 做一個更容易讓大家 互相討論的系統 然後最後 這個平台的期望是 讓大家 對某個議題 很有興趣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去找到 閱讀的方向 這是我們一刻在 你必須做的 這個平台目前正在規劃中 還沒有任何具體的東西出來 但是我們已經 迫不及待 推出一個寫作專案 因為在臥草裡面呢 負責公民學院的是 我跟洪偉 我們兩個都是哲學人 所以我們私心呢 就先為了這個 哲學普及的專案 叫做鬧哲學 我當了七年的哲學博客 然後 我跟很多學歷妹的討論之後呢 深深的感受到 在現在 很多哲學人 他其實有心想要進入 網路上面的哲學寫作 但夏生 你智商想要進去 情感上會覺得有點害怕 他會擔心說 比起那些網路上面的大大 我寫作的能力一定是沒有他們好 那萬一我寫了什麼東西上去 然後更加笑 要怎麼辦 這個專案 就是特地為了這種 很有熱忱 可是自信性 可能還不足夠的 哲學人設計的 臥草呢 提供便利的網路討論 讓哲學人可以彼此討論 跟修改一個文章 這個討論區長這個樣子 到哲學 他聚集了很多哲學人 在一個討論區裡面 你想要寫文章 你把你的草稿丟上來 別人會給你意見 那 他的兩個特色是這樣的 第一個 我們有強大的社群審查 這些哲學人 包含剛說 有很豐富的投稿經驗 還有當事人強調 我要幫他補充 有更豐富的被退稿經驗 有賴天恆 他現在在澳洲念哲學博士 一個很優秀的哲學人 再來我的學長 黃宋竹 他是看文章 看非常非常敏銳的人 敏銳道呢 我通常 不敢包文章給他看的 文章發布之後 要想把他擔住他 那 這個平台另外一個特色是 我們是半開放越南 什麼叫半開放越南 因為 你投上來的文章 你可能是 將來想要 投稿到其他媒體 或者想放在自己部落格 你會擔心說 萬一我丟在這邊 就直接過光了 那 天下獨一評論就不要了 怎麼辦 這個平台他是規定要有一定全線的會員 才能看到文章 所以哲學人可以安心的在這裡進行 超高的寫作 跟修改 那 有些哲學人可能會想說 哲學文章啊 雖然網路上面是有一些人在寫 但是 我寫的文章 就算真的被改的 改成一個很棒的文章 他接下來可以到哪裡去 讓哲學人替他們想到這件事情 我們跟UDN拗來了一個專欄 就叫做臥草落哲學 在大家的心裡 UDN很是一個 很有特立意識形態的媒體 但是UDN的評論專欄 算是別具一格 他們在這方面還蠻放得開的 比方說我們今天在UDN上面上的這個 臥草落哲學的文章 他的主題是這個 大家常聽到某些論述 就是說 如果有人說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他可能提出來的理由是說 大家都是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片就在中國 這個文章是說 有可能因果店是到過來的 當中國想要 當中國想要 閱讀某個地方主權的時候 他就會一開始塑造一種 也是從那邊來的 國際上的情勢 所以有可能因果店是到過來的 因為你們可以接受這種文章 所以他的那個 評論區的取向 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也很鼓勵大家回去看一下這篇文章 在那個 現在UDN的首頁 評論版首頁應該可以看得到 道哲學這個系統呢 我把它叫做是 從標案到墳墓 的哲學普及文章生產鏈 文章上高寫完之後 就到道哲學的討論區 大家會給你建議 然後 可以在上面修改 那修改之後呢 我們提供了一個選項 就是你的文章如果達到我們的標準 你可以選擇到我們把文章推到 VDN上面去 那這個專欄是有寶貝的 我想對於 對於自己前途 可能蠻有警覺心的哲學生來說 是不無效的 再來 你若不想推到VDN 你也可以任意的把文章發送到 任何你的博客 或是任何其他地方去 我們希望過草道哲學 成為 對於寫 哲學普及文章有熱誠 但是需要別人幫助的哲學人 從這樣子的哲學生 變成一個哲學作家的搖籃 這是我們對過草道哲學的期待 這個東西現在已經上線了 你們只要Google 只要Google公民學院 就可以找到這個討論區喔 那台下的觀眾可能會想說 剛剛一直講說 哲學生可以幹嘛 哲學生可以寫什麼東西 我不是哲學生 我可以做什麼 你不是哲學生 可是你是底地哲學生生產出 更優良文章的潛在讀者 對於這些潛在讀者 我們也非常歡迎 你可以來或討到哲學上面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哲學人們寫出來的 第一首最新的文章 然後你可以以讀者的角度告訴我們說 這些文章哪裡 你覺得需要更多的說明 哪裡有哪個跟 你覺得根本就不好笑 然後你可以看到哲學人們互相吐槽 說你這論證寫得太爛了 說你這邊的邏輯根本就是錯的 可以看到很多人 平常在專頁上面 看不到的去場面 你可以提供補責的見解 讓我們的文章變得更好 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簡單哲學實驗室 是一個以哲學身為主體 的哲學推廣組織 我們目前固定的活動是 寒暑假的哲學營隊 學習當中會辦03的哲學講座 那獲早到哲學 受到獲早支持的哲學部級 寫作補助的社群 哲學生上來 我們幫助寫出更好的文章 讀者上來 也幫助我們寫出更好的文章 以上這些資訊都歡迎大家推時追蹤 我是祝嘉恩 謝謝大家 謝謝佳安的初步跟我們分享 他參與網路新媒體的一些新合意 他目前在推出一些專案 各位可以看出來握草的性質量特別嗎 就是這個媒體 他們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網路新媒體 一個網路媒體 然後他們的目標很清楚 其實要提升台灣的公民討論的素質 所以他所做的事業 其實不只是要探討哲學本身 而是把哲學用到我們日常生活 然後希望透過哲學的素養的提升 能夠幫助我們的公民 在探討公共政策的時候 可以更深入更理性的方式 那只有更成熟的公民 我們才有可能有更強大的力量去監督我們的政府 那接著我們請這個王子麵來分享一下 他創辦了哲思台灣 但他的取向就完全不一樣 哲思台灣各位如果上去聽的話 他目前他有放到這個iTunes上面 所以你可以podcast放下去訂閱 然後下載 他也放到youtube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去下載下來聽 他所採取的就是 正對哲學本身專業領域的討論 所以他每一集都請到非常專業的哲學專家 去談他們專業的領域 舉例來講他們會請這樣這個 就是台灣會邀請 腦神經科學的教授 去談什麼叫心靈 所以他是個非常哲學專業的區塊 那跟出家他們所從事的公民學院 裡面落草有做的事情 當然有某種程度的區隔 那我們現在就OK了嗎 我們就請可以往指面來探討 那跟這位說明一下他在做什麼 大家好 我想今天這個場子 很多人是撐著朱家庵來的 然後這個 其實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過足朱家庵的名詞 大家去想 你們會喜歡朱家庵 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喜歡哲學嗎 如果是因為喜歡哲學的話 不是朱家庵來講 我們今天還會來嗎 這就是一個朱家庵的名詞 就是說今天在台灣 其實有非常多的人在談哲學 有非常多的大學裡面 有哲學的課程的 非常多哲學老師 但是如果今天換了任何一個哲學老師 來講哲學 你們還會來嗎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問題 那朱家庵在台灣 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那他當然 其實我非常尊敬他 因為不管一個人 不管做什麼 你想想看 你連續吃吃吃以恆的 每天都做 做七年 那會是怎麼樣一個節目 就是朱家庵今天 會吸引到這麼多人的老人 但是 有一件事情就是 在哲學學院之外 就是 親愛的各位聽眾 在這些學院之外 朱家庵可能是一個 值得去關注 值得去關心 值得去追蹤 值得去follow的人 但是在哲學學院之內 其實很多人 對朱家庵是有埋怨的 因為朱家庵是念 中正哲學出身 然後如果你對你哲學 有點了解的話 你會知道說 中正哲學系 在哲學的範疇裡面 是比較偏重 英美分析哲學 然後朱家庵在這個 他的部落格裡面 也常常提起 有意無意 提起他對當代歐陸的親密 就同時還不是發到 然後 這個 有意無意提起這個 對中國哲學 覺得中國哲學沒說什麼 那哲學學院之內 對他的難願 就來自於這裡 如果你是念中國哲學的人 那你作何感想 你如果是念當代歐陸的人 你作何感想 那另外一點 我也常常看到朱家庵的 那個粉絲就寫說 我非常喜歡哲學 因為我念朱家庵的文章 但是我就是不念那種 當代歐陸跟中國哲學 所以 在這個學院裡面 中國哲學跟當代歐 對他很多滿願 然後就去批評他說 他根本就不懂 然後不亂批評 但是我 我雖然是反出加恩陣營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這樣的評論 原因是 他批評中國哲學跟歐陸哲學 情有可原 因為他是念英美哲學啊 所以他打出來的功夫 打出來的套路 就是一拳一腳 都是英美分析嘛 那站在英美分析哲學的觀點 去看中國哲學 當然是有所不存 如果你站在中國哲學 你就會去說 英美分析 請問你們拿什麼安身立命啊 對不對 就是每個學派就是這樣 那 我認為啦 我認為 朱家庵沒有做錯什麼 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要去問 中國哲學界的朱家庵在哪裡 當代歐陸 來注意歐陸哲學的朱家庵 又在哪裡 台灣有這麼多人念哲學 那為什麼沒有像朱家庵這樣的人 如果你真的熱愛中國哲學 你真的熱愛歐陸哲學的話 你怎麼不出來寫文章打筆站推廣呢 沒有看到人做 然後就來批評說他做的不對 那 所以喔 我一個是想要破除朱家庵的意思 但是我又覺得說 問題不在朱家庵做錯 所以我不是要來批評 而是 我應該要站出來 那我自己喔 那我自己喔 哲學界的正式學歷 只有大學畢業 然後我本來是想要開始寫東西 那想不對啊 我要累積到像他這樣的影響力 我需要七年 那到時候七年後 如果他還在這邊混的話 還有十四年的資歷 那我怎麼樣 可能跟他 這個 相提並論 所以我就 採取了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呢 我去做一個廣播節目 然後呢 我要做的事情是 把更多的哲學人 把更多的哲學人 引出來 我要做的這個節目喔 就叫做 哲識台灣 我想 我雖然不想傷害自己的感情喔 但是 再來自己的資歷 那我還想問一下 請問你有聽過 哲識台灣這四個字 有什麼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這個節目喔 我先講喔 我 哲學系畢業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然後 當完兵 後來我一直在媒體見工作 那 大家也會看到那個名字很奇怪 叫王子面 我其實也不信我 我的名字裡面也沒有子面 那因為 就是 我這個東西是 私底下出來做 雖然我沒有營利喔 但是我不希望 用本尼在外面招咬 那 免得那個 我老闆把我就犯過 所以我用了一個網路上的假 然後 網路上的這個 我在開始在網路上 用在臉書上寫文章 是今年二月的時間 然後寫到五個月 我覺得不行 這樣下去我要寫七年 然後我就決定 在五個月的時候 做了一個 決定 就是做這個哲識台灣 現在如果去 社群哲識台灣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臉書 那臉書算是 一定程度是我這個節目的本體 那我本來會在上面寫一些文章 但是因為我工作實在太忙 所以我現在這個平台 除了發布我自己的節目之外 另外一個工作就是 如果我看到任何跟哲學有關的資訊的話 演講啊 做談會啊 活動啊 課程啊都好 我都會把它在這個地方做分享 所以可以這樣講 如果你想要持續收到台灣的哲學活動的訊息的話 你可以去訂閱這個連帳 然後呢 第二頻道是YouTube 那我現在節目大部分是擺在YouTube 第三個是My Audio Cast 就是如果你有用蘋果的人就知道 就是Podcast 它是一個Podcast的上傳平台 主要就是這四個東西 那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做的節目喔 我總共做的其實已經有27集喔 我剛才自己都不記得我做了幾集 我跟吳豐瑋老師說 我做了16 我世上就27集 大家瀏覽一下大概有什麼樣的內容 像說你做哲學的廣播節目 那談些什麼呢 談死刑的哲學分析 然後呢 第二集是 藝術電影跟商業電影的區別 真的成立嗎 你們都知道有一些電影叫做 就看不懂電影叫藝術電影 有一些就是 它很庸俗但是很好看 電影叫商業電影 然後我請一個面 當代德國哲學 他是一個 當代哲學二十世紀的 重要的德國哲學家 叫高達美 他的碩士認為是做這個 然後請一個台大的哲學碩士 來談這個問題 就是內容的 藝術的內容問題 然後談兒童邏輯 怎麼樣教兒童邏輯 然後動物論語 動物解放 談一本哲學入門書 時報出版 這本書叫七天學會 要學業思考 然後我也請過 朱家安同委 朱家安當然是哲學哲學 這家高部落格 文委他寫了一個 叫韋恩咖啡 韋恩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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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韋恩咖啡 然後我請他們兩個來 談哲學碩 我們這件事情 然後請一個到法國去 現在他已經在念博士了 念哲學博士跟碩士的一個 參謀國學妹 談一談 法國高中哲學教育 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因為每年六個月 我們都知道 這個 我們的新聞 就會開始衝刺 法國的這個 算是大學入學老師 我們在看哲學科目 然後開始就是 會公送給他們 羨慕他們有這些教育 題目出的都那麼深度 那這個 值得我們學習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可憐 我們只看到了題目 就開始羨慕他們 我們知道他們的哲學的 教育現場 因為他們只有高三 學一年哲學 然後就去選量成 那樣的題目 證明了他們的 哲學教育很好嗎 那樣的題目 證明了他們的高中生 有很好的哲學素養嗎 那樣的題目 證明了他們的卷子 都打得很好嗎 其實我覺得那樣的題目 什麼東西都沒有證明 但是我們的媒體 就開始就 胡亂歌功頌得一番 然後我就請了一個 就是在法國今天的好幾年書 就是在台灣念了 台大學系畢業 然後到法國訓練 職業術士的一個學妹 談一談 他看到的 法國高中職業教育 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他當然是很多法國人 他還跟他們聊天 那他就去聊說 他們到底是 在這一年裡面 他們上什麼樣的課 接受什麼樣的訓練 用什麼樣的心態 去念念那樣的題目 那第八題是 第八題是請了一個 他不就在聯合上問嗎 就是說 有沒有你不是哲學系 但是你想要找哲學人 哲學、碩士、博士、老師也好 去討論哲學問題 有沒有 就哲學不應該是只有 像蘇嘉恩這樣子的人去談 我就每個人都可以談哲學 然後就有一個 在英國念了古今寶存回來 我原來完全不認識他 他說他要他要談 他就起了三個問題 然後我就找了 東吳哲學系的助理教授 對不起 吳哲美老師 然後 然後還有台大的這些博士 叫邱正訊 然後去跟他聊 什麼是哲學 好 我把他簡單講一下 然後接下來是 請那個 台灣人權出勤會的執行秘書 去聊說 他是怎麼樣從這一個 他是東吳哲學碩士畢業 東吳哲學系 東吳哲學碩士 然後他 我們現在看到他第十 這是台灣史 然後他現在在台灣人權出勤會做執行秘書 然後跟他聊說 他為什麼會從哲學系 走向一個聯合工作者 然後請台大新聞研究所的碩士生 大家聽過新聞議論壇嗎 這一次太陽媽學運 很有名的新聞議論壇 我請了三個新聞議論壇的成員 聊艾倫迪波順的那本書 新聞的騷動 就是談一談台灣媒體的這些分析 然後請了 華泛的嘴唸系的助理教授 談一個思想實驗 之下一個演講或者是簡報裡面 他媽談過思想實驗 聊一個思想實驗 叫從中文房間論證談起 十三集是聊四書對我們的教育真的是必要的嗎 十四集就是挑戰這個朱家園討厭的事情 一個當代法國的作學家沒有 你看過世了 叫德西達 大家可能有聽過德西達 可能沒有 但你聽過解構 那解構是什麼呢 就是直接去聊 解構的哲學 然後請 還是吳澤美老師 動物這些系的吳澤美老師 聊工作是為了什麼 就跟道德有 他認為跟道德有關係 那跟道德有什麼關係 十六集請了兩個科學家 一個是在新加坡 杜克醫學院的 腦科學中心的主任 他是我高中同學 他也在那邊做助理教授 然後另外一個來賓是 在中研院做博士後研究 他叫黃真祥 兩個都是科學家 一個做腦科學 一個做遺傳基因科學 聊 我直接跟科學家聊 科學哲學 到底什麼是科學 就是科學哲學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就是你不是找哲學人在那邊講 我直接去找兩個科學家 跟他們聊 然後呢 第 幫我講題 那個講得完 十七集是 邀請家聽過吧 就是 台獨那個邀請 聊他的台語言哲學 然後如果你有常常看公共評論的話 有位先生教宋國文 他是在英國拿社會學博士回來 他常常在台灣做這個新聞 寫這個公共議題的評論 我跟他寫就是談這個公共的評論 應該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談公共書寫 貓頭鷹的出版社的前社長 很有名 老貓 陳隱青 那 談古文 因為蘇佳安的立場 其實這一集就是在聊蘇佳安的文章 因為蘇佳安非常反對 就是在高中的國文裡面 把古文列入地區 然後我就是跟老貓來檢討說 蘇佳安講的有沒有道理 這兩篇文章 他都沒有道理 他都沒有道理 他就批評這兩篇文章 然後他分了三段 十六七 第一 二 三段 前兩段就是在他 八度假的文章 第三段 因為陳隱青他自己是 這個 葉宇佳的加古文的研究者 對 那古文 台灣 或中國 我們知道 就接觸 算是最早的一個成體系 這個文字 其實就是加古文 那就 好玩的就是 就請他介紹一些 加古文的這個研究的成果 跟他心得 其實非常精彩 我非常推薦 你對中國先情哲學 有興趣的人去聽 他從這個 加古文的這個 原流跟演變裡面 聊出很多這個 中國先情思想的一些 好玩的一些美酒 那二十幾 二十幾 就很竊子啦 就是剛剛這個 落幕 因為這個 金鐘旺角 通通通外 金鐘隊 香港車子清光 就佔領中環 我請了一個 香港的哲學人 這住家人也認識 他是他們簡單 哲學實驗室的 相信一個成員 然後 我就是用Sky 跟他聊 聊說 因為他本身就是 佔領中環的參與者 他每天就 就跟我太陽花學人的時候 每天就 到自動跑到立法院去報道 報道一樣 他就是每天自動到 街頭去報道 然後寫很多 這個 文章 然後 因為佔領中環跟太陽花運動 就是都是一個 公民不服從的一個 很多人認為它是一個 公民不服從的一個 範例或點快或實踐 香港不叫公民不服從 香港叫公民抗命 其實都是同一個英文字 那他就是去介紹說 到底公民不服從 或者是公民抗命 是什麼東西 那 香港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是公民抗命 然後公民抗命這件事情 面對這個強大又邪惡又這個 非常 沒有不講道理的中共 我用嗎 要怎麼樣能夠影響他們 就跟他聊這些問題 這是第二十集 二行一集呢 是聊一本這個 歷史文化書的書 他是這個 包收福利 他的這本書書名就叫 保守主義 那他第二版中文的 就是他在版的時候 改成 這本書的書名 改成 保守主義經典樂 一個英國哲學家 就是聊這本書 因為我們一般都會說 保守主義是個落後的思想 我們現在都談自由主義 台馬克思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感覺就是打倒權貴 打倒保守勢力 但是到二十世紀 其實還有保守主義的思潮在 這本書就是去介紹出 到底什麼是包守主義 他的魅力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自由主義不合 然後二十二集就是聊 其實台灣非常非常紅一本哲學書 就是從這個 Michael Sandel 哈佛的那一個 像是脫口秀主持人一樣 Michael Sandel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但是好玩的是呢 我請了一個淡大中文的博士生 然後去聊 就念中國哲學的人 去介紹這本書 然後去聊他的這個 對這本書的想法 二十三集是請這個 也是中文的哲學組合師生 張志豪 就是今天學哲學的那本書的作者 他去介紹他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積極安樂死跟消極安樂死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第二十四集是哲學網站 聊兩本這個腦神經科學的書 就是這個上網這件事情 上網這件事情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思考 來自於你的這個大腦的運作方式 這其實是一個 算是哲學問題 但處理的方式 跟這個素材都是很 很腦神經科學 像科學的面相 像科學的面相 然後 看一下 然後二十 剛才叫二十四嘛 對不對 然後二十五集 就是我有把那個 新加坡杜克醫學院的這個 然後 然後 剛好回台灣 然後就聊 他在這個 新加坡杜克醫學院 新加坡杜克醫學院 就是我們從杜克大學 到新加坡派本升級分校 他在那邊當助理教授 也是實驗室的主任 然後又科學實驗室主任 然後又意識的實驗室的主任 他就去聊 因為他本身 他的姿勵很好 我記得他應該是台大 可能是植物系吧 他本來在台大是念理科 然後到了中正 遮掩所念碩士 然後在 到美國達德茅斯去念 這個腦科學的博士 然後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 然後到 芝加坡都科醫學院 去做阿爾醫師的研究 那意識這個問題 大家都聽過 應該聽過迪哈爾 他有心物二元論 物就是身體 對不對 那心是什麼 就是心靈阿 就是意識阿 所以意識這個問題呢 我把這個介紹很好 意識這個問題呢 就是科學家有關心 然後就是對他的關心 然後呢 這個 請這個 楊嘉宇 他是論科群的異者 我最近有本書 他是 法國大革命之前 影響法國大革命的 一個很重要的小冊子 介紹論科群的文書 最後是 上個禮拜 呃 錄了 就是請剛才佳安介紹 他說他們到哲學 有這個堅強的審查團隊 就是他的學長 在黃仲竹 然後我就跟他聊 他關心的一個問題 去談說 理由 談理由 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做成的事情都有理由嘛 你們講 你們講說 我是為了什麼 比方說 我今天就是無聊才來聽啊 或我今天就是衝了朱家安 我要聽他 這個 看他本人在這邊說話 跟他活生生的樣子 所以才來 這都是理由 那什麼樣的理由 是好理由 而什麼樣的理由 是不好的理由呢 就是跟他聊的 這些事情 那個 我們話太多 然後時間太短 我只能見到這裡 我想 我想 大家就是 聽我在那邊 口水亂噴噴 介紹這27集內容 大概也會曉得 就是說 其實 哲學的內容是 荒羅萬象 而且這些東西 並不是朱家安 他一個人在 就算他寫了7年 這些東西 也不是他的哲學哲學 基幹高手 能夠涵蓋進去 所以我的反朱家安 但是一個比較嘲諷 或者是好玩的講法 誇張的講法 其實我並不反朱家安 我只認為說 如果你們真的喜歡哲學的話 你們必須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你們不能只看朱家安的文件 第二件事情是 你們不能只聽他講 我說難道聽我講嗎 也不行 難道去聽這個節目嗎 也不行 重點是你們自己 有沒有在想事情 我們常講說 我把這句話講完就結束了 我們常講 常常看到這個 推廣哲學 介紹哲學的這個文章 不管是個人寫的 還是學校寫的 就講說 為什麼要來唸 台大哲學系呢 因為台大哲學系 可以幫助 訓練各位 有獨立思考 批判思考的能力 但我覺得很可憐啊 很可憐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不要講 台大哲學系好了 你們看了 朱家安的 哲學哲學基幹高的文章 你們就會獨立思考了嗎 你們看了 哲學哲學基幹高的文章 你們就有在批判思考嗎 獨立批判 獨立思考 和批判思考 這件事情 永遠不能讓別人幫你們做 永遠也不是說 我告訴你喔 朱家安對這件事情 幹嘛就是什麼 那恰恰好 就不是鼓立思考 那恰恰好 就不是 所以我做這個節目 一方面是要 希望 引出更多 比我更有本事 更有學問 更有熱情的哲學者出來 讓他們聲音 也被大家看見 聽見 另外一方面 其實是想要鼓勵大家 你真真正正的用自己的大腦去思考事情 去真真正正 因為這個節目有本特色就是 它不是讓一個人說話 讓他講完就結束了 我說今天請他 我請他 我請他 我請他介紹 我介紹完之後 今天择四台灣就做到這些 謝謝大家 我們下禮拜見 不是這樣的節目 我會在節目裡面一直問 問那個來賓 我聽不懂 你說是什麼意思 但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就不合理了 所以我會一直在節目裡面去挑戰他 我想做了一個事情就是說 去激發跟促進 對話討論跟思考這件事情 而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人 就算你有再好的文憑 也沒有辦法表現 因為我覺得寫文章就是獨白的 就是獨白的 就算你用對話錄的形式去寫 這個我在這個 我其中一集裡面也談到 就是七天學會哲學思考的內集裡面 快講 七天學會獨立思考就是對話錄的形式 對話錄最有名的是什麼 中國叫論語 西方是這個 柏拉福的對話錄 對不對 論語誰說的對 基本上孔子說的對 基本上 所以就是 雖然看起來在對話 你就看孔子說什麼就好 但這是基本上 英國學對 那對話錄怎麼辦呢 就是看蘇格拉里怎麼吐槽就好 所以他並不是真正的在 他其實有預設一個正確地位的人 跟一個可能比較上面不正確的人 他不是真正的對話 他其實是在教育 那我認為真正的就是 沒有 朱佳安不挺對 我當然也不挺對 重點是各位 你真的有在做哲學 你真的有在思考哲學 那我這是有做 哲思台灣的初衷 然後我也很希望大家去聽 然後多跟我提 謝謝大家 謝謝王子面 王子面本來有非常強烈的 大腸花的傾向 他每次都常開玩笑 各位有聽到節目 他常會開玩笑 就說 我怎麼講到這邊好像搞成大腸花了 他有強烈的大腸花的傾向 不過各位就可以知道說 哲學家的基本性格是什麼 就是 哲學家的一個天生的性格 就是 不傾向於同意他人的意見 因為哲學家認為自己的工作 就是不斷地反對別人 所以 各位可能聽說 這個王子面一直在批評朱佳安 但是其實他們都不會care 因為 這就是哲學人的性格 就在我們的協議裡面 我們就是 我們是針對問題去討論問題 而不是針對個人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說 哲學界 哲學人的一個特色 好 接著我們請 這個鄭凱元 他的企圖心 是跟前面兩位比較不一樣 朱佳安要做的是公民教育的部分 這個王子面 他其實是 對於哲學的熱愛 或對於科學問題的熱愛 他想要探討這些議題本身 然後我們接著 這個鄭凱元呢 他創造了一個哲學新媒體 他的目的是 把它變成一個真正的媒體 就是定期的提供 台灣人兼這個固定的哲學相關的 content 固定提供 所以他是一個半媒體的心情 在做一個非常宏大的一個企圖 那我們現在一起請這個鄭凱元來說明一下 他要做什麼 借單 借單 借單那個朱佳安跟那個 王子廖文明 壓力真的很大 那我是不是也要反對一下那個 然後就順便反對在朱佳安 好 我先問一下 在場聽過哲學新媒體的主題什麼 還好 我想他 本來想他就這樣 我們是一個非常非常新的組織 然後在網路上也才出現 可能不到兩個月 那個 網站也是 11月底的時候才出現 這樣 好 那今天我就是介紹一下 我們是什麼樣的組織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 那 基本上我們是一個 怎麼講呢 我在網路上 用哲學創業這個口號 去吸引出一群熱愛哲學的人 哲學 然後呢讓他們一起出來 想說用哲學來創業 也就是說我們要賣哲學 用賣哲學來賺錢養活自己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其實就是 一方面是因為 大家都覺得好像哲學沒什麼用 因為在一般的 市民的想像裡面 大家都覺得好像哲學 不知道是用來幹嘛 用來算命的嗎 所以對哲學很模仿 那第二方面是因為 老師說 就是 你看一群 連雞排都沒有賣過的 那個書袋子 他們要出來創業 還要賣哲學 基本上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 其實我們瘋了 我們有點不理性的呢 要透過創業來做一種哲學冒險 一種社會企業 我們要測試說 台灣社會呢 是不是真的能接受 怎麼講 買哲學這件事情 承認說哲學有價值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出來搞這個媒體 或是搞這個組織 是因為我們看到一些社會問題 我們想要透過成立這樣的組織 成立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社會企業 來解決這樣的社會問題 那我們看到什麼社會問題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 欸 跳過 因為它就是 那個哲學故事 就是呢 基本上 在台灣 除了朱江之外 在朱江之前 大概都是這種情況 就是 抽了校門 哲學就完全沒有用 或者是沒有人知道 他到底在做什麼 那這種情況 那這種情況就會讓哲學畢業生 不管你是大學生 碩士生 博士生 某種程度上會有就業困難 那到博士生的情況 最近就會更嚴重 因為那個少子化的關係嘛 會有所謂的高教海校 高教海校一來 就是可能很多大學會倒閉 據校園部長說 十年後好像有幾 上萬的教授會失業 也就是說你念哲學專業 也專業到一種程度 專業到已經念不到博士了 你的出路就是沒有出路 你當教授都沒有辦法 那顯然嘛 那誰要來念哲學 神經病 要來念哲學 或是你是有錢 你附加子 你一時無缺了 你可能需要搞個學歷 搞個開頭 來陪伸自己 那你可能會來念哲學 或是你是公務員 公務員最喜歡念博士 好像我們現在的政府 這樣 那這是我們看到社會問題 就是第一個人才浪費 那第二個就是 學術斷層 就是年輕一代沒有人要面 因為看不到錢幾 然後那老的繼續 繼續老 他們還是很厲害 可是後面就沒有人 那一個社會如果他的 哲學思想如果就這樣斷掉 或是說親黃不接 那會有什麼樣的可怕的後果 那這個我現在還沒有什麼數據 不過我們可以看看 往後十年會發生什麼事 不好意思 我又跳錯了 那當海嘯來的那時候 就是大家可能 如果大家如果把他這樣跑 但是還是一樣被海嘯淹落 這樣 那你通常面對這種 像尤其是哲學博士 或是碩石村高學立長 他們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 特別無意 因為他們對於他們的就業想像 非常單純 就覺得要當教授 那一旦那個路沒有的時候呢 他們就覺得 哇完了 怎麼辦 是過一天轉一天嗎 還是說就是 每天痛罵政府 痛罵那個學校 這樣 那我們的看法是這樣 我們是認為說 還是要那沒關係 那不是說路已經到盡頭 而是要改轉完 我們可以 你講 專業的 哲學專業者 可以 被組織起來 去創造一條新的路 這樣 那麼 呃 除了說 要解決社會問題之外 我們這個組織有一些理念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什麼 就是如果我們這個組織創立起來 我們開了一家公司 然後這個公司全部都是由哲學組成 這樣 那我們可以 呃 這個怎樣 我們的 我們的命令就是說 我們要 呃 做哲學自立 就是讓哲學人不要被國家包養 因為你當亞洲差不多都是被國家包養一輩子 這樣 那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榜樣 就是說 念哲學專業 出來也是可以賺錢 也是可以挑戰自己 而且我們可以提供哲學專業成一個選項 說 你博士畢業或是修士畢業可以來 來我們公司 這是第一門檻 這是第一門檻 那我們 我們還希望可以呈現哲學的多樣性跟生物 這是一方面跟那個 剛剛王子念跟台書差的那個 有點關係 因為現在市面上推廣比較多的都是 科技哲學 但其實 就我自己 我自己念哲學 從大學念到以 博士班是幾年來 我發現其實哲學很多種 比方說美學 美學生很少人討論 但也很少人在教 你要討論 比方說公民參與 公民運動 你要版都更好 你沒有美學 你怎麼去說服那些人 你不要採訪子 那這種東西 你們要懂得上推廣 你們在市面上推廣 其實有 但是 不是用哲學專業的方式去推廣 那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 我們創造一個品牌 讓 研究各式各樣哲學的人 你是念美學的 念佛學的 念那個正經哲學的 你們可以在上面一起合作 然後呢 寫出不一樣的東西 讓大家能夠了解 哲學的它的深度 這樣 然後我們會 同時呈現那麼多種不同的哲學在上面 讓大家了解說 這是它的樣子 是什麼樣 不是只有一種模樣 那再來就是 我們希望做一些 我們是 我們想要做一個媒體 那我們想要做報導 那這個報導 是要反映學界跟業界的現況 反映學界的現況 大家就是 可能好的壞的人 都一起定層 就是 現在學制 變這樣 然後害 不是害 就是學制造成一些 讓 哲學生 有的困境 這也要報導 這樣子 那哲學 在台灣哲學界 在整個世界的 脈絡底下 又做了哪些 哲學的突破 或者是 有什麼重要性 這也是要報導 這樣 那業界是說 我們還要去 找說 比方說 學有專長的哲學人 他們到了 一般的業界區之後 他們的專長有沒有被重視 他們的哲學專長 能不能夠幫助他們 去在工作上有所發揮 那 一般 我們看看 什麼事件 但是你去問 你去問 你去問一般人 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 就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不知道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報導 那報導出來之後 大家聽久了 聽習慣了之後 以後 哲學學歷拿出去 然後可以印證什麼工作 大家都有個印象 有個概念 那需要這樣專長的人的那些老闆 你知道是要去哪裡 也許去雇什麼樣的人 才能找到這樣的專長 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做 那個 成為一個Madeian 就是 我們的英文名字叫做 Clastic Madeian 那不用Madeia 這個字是因為 Madeian 它有那個靈媒的意思 靈媒就是 你知道 溝通神跟人之間 那個 那個 那個橋樑這樣子 我們希望可以做成這個橋樑 然後去 讓哲學專業者 他的專業可以有所發揮 然後把它普及到社會上 然後希望透過這種 這種 什麼所謂的那種捐低工程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的 讓社會知道說 哲學的重要性 還有它的價值在哪裡 這樣子 然後讓有哲學需求的一般大眾 他們有個管道 可以去 在學制之外 取得哲學資源 比方說他們就可以來上我們的課 參加我們辦的活動 像哲武就是一個好例子 他們也是一個很好的lady人 這樣 那我們最後是希望 我們可以促成 哲學生態圈的良性循環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 整個生態圈 反正因為 少子化啊 高叫海嘯啊 會越來越衰敗 越來越越 困境會越來越嚴重 那如果我們可以提供 哲學人一個新的選項 讓更多人有動機 甚至是有那種熱血來唸 肯唸這個東西 然後唸的不怕 早就工作啊 因為這個來我們公司上幫忙這樣 那 大家就有可能會投入心血 去唸哲學 去愛好哲學 這樣 好 那這個是理念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是要打造一個 透過那個營運社會企業的方式 來去做到這件事 做到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 什麼是社會企業呢 基本上它就是透過商業手段 來解決社會問題 那它是 它通常會跟那個 非營利組織拿起來一起談 但是非營利組織 我認為是一個 所謂的負面表述 他們在推廣某些理念 實現某些價值 但是不以營利 他們主張就是他們不要營利 但是他們會付出心血 來去推我這些東西 那 基本上 非營利組織都要仰賴倦款 仰賴那個善心人士 仰賴企業 他們才能從國下去這樣子 或者是還要仰在國家 那社會企業是比較是正業的 他們一樣在推某些價值 實現某些理念 但是他們堅持 不是堅持 他們不排除 用商業的手段 來去做到那件事情 那正在說 怎麼 正在自己的一個好處 就是 他們可以自己自己 在自己自主之餘呢 如果有多的營利 他們可以回饋他們的夥伴 創業的話 還有社會 那通常 像 最近一個 比較有名例子 是那個 泛科群 泛科群最近他們也在 也宣稱 他們要轉型成社會企業 他們要捐出 每年要捐出營收百分之十 給其他的推廣經濟 那我們也希望呢 哲學性媒體以後 壯大之後 有沒有 就捐出營收百分之三十四十 給那個 推廣哲學的貝利基金 像那個Feeder 高中 哲學教育 或者是 哲學星期五 或者是 那個 欸 臥槽不行 臥槽是社會企業 可是其他會 都只是這樣 所以那個 哲學星期五 可能在每年的時候 收到一張 四十塊的支票 我可能只賺了 一百塊 好 重點是 社會企業 他是 把社會價值 放在 盈利 這個目標之前 好 那重點 還有另一個重點 就是他引起仿效 就是 我們希望這個社會企業 他可以透過一種 這種 運作的模式 做一種典範 去引起其他 友誌一同的人 去 開更多的公司 達到一種 規模化的 那個程度 這樣 那在哲學 當然是比較 有點困難 不過已經有一些 國外的辦理 像那個 阿倫底波特 剛剛有提到這個 這個很有名的英倫才子 他在英國所開的網站 這個 School of Life 這些很有名 或者是 Philosophus Mail 就是這些辦理 這樣 那他們最近聽說 好像在南韓 還要開分店 因為他們已經 分店已經遍破歐洲了 已經要開到南韓了 所以他們要進入亞洲市場 我們希望他們在 我們希望 我們在他們進入之前 先搶到這個市場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我們除了 我們在營運上 除了希望 透過社會企業是自己自主之外 我們還希望說 我們可以 我們這個主要的形式 是以媒體的形式出現 那為什麼 因為 這是個新典型時代 大家會 今天會來到這邊 大部分都是透過網路才知道 因為 職務也沒有什麼 報紙 大家都透過網路才知道 我們這個時代 尤其是今年 太陽花學運之後 還有這次的選舉之後 大家非常深刻的意識到 這是一個 鍵盤時代勝利的 那種氛圍這樣子 我們不是因為這些學運 才想要搞新的一些 主要是因為 我自己的 額外的兼職就是 網路工程師 我們在網路行動科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當了兩年的 工程師這樣 然後他們是一個 用開油碼軟體 來賺錢的一個社會企業 他們專門就是在幫助 非力組織數位化 網路化 因為他們知道說 未來就是 網路世代 那 非力組織是在幫助社會 那 幫助非力組織就是在幫助社會 那 幫助什麼 幫他們 就是幫助他們 透過網路來獲得更多的捐款 或者是更有效率的去傳播消息 組織 網站內容 這樣子 好 那 就是因為在那邊工資我 所以 我知道說 未來就是網路世代 那你回過頭去看 哲學界 目前的 狀況 就是這些教授們 組織的教授們 他們 聊不了幾這種事情 基本上他們不了解 那 因為不了解 所以就沒有在經營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就被朱家山這種學生感傷了 朱家山靠網路就好不起來 然後 影響力比那些教授們還要大很多這樣 那 新媒體時代 主要用新媒體的報導 那我們打算就是用 呃 你講 全套的 新媒體策略 來去做 哲學 在網上做哲學推廣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做 哲學傳播 做哲學報導 還要做 透過這些東西 來去做媒體哲學的工作 那我們在 呃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 口號是這樣子 我們要創辦一個社會企業 經營獨立的哲學媒體 然後呢 解決我所看到的社會問題 然後持續的退行我們 領業 這是一個企業 我認為企業才能辦到的事情 那麼 呃 呃 等一下 呃 我們的網站才 咦 為什麼都 不會動 才剛上線沒多久 那個內容很少 那我講一下說 我們那個網站 想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第一個 剛剛講過說要做那個哲學報導 這是報導 的 哲學界 台灣 不管是台灣還是國外的 哲學動態 其實我們有 找到一些留學生 他們會報導 國外的哲學動態是什麼 那 另一方面我們還希望報導哲學人 所以我們開了一個單元叫做哲學藝 就是模仿那個 那個水谷日報的那個 人間藝語這樣 就我們去訪問哲學人說 為什麼你要念哲學 你念這個東西有沒有後悔 然後是說 你覺得這東西真的有用嗎 這樣子 好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啊 因為 因為我特別想過這件事 為什麼 這是因為 剛剛看我紫片跟 朱家的反應 他們兩個在那邊 就站來站去 超愛站對不對 那哲學人 哲學人沒辦法 就是 愛辯論 然後愛在網路上 站來站去 連 到我的部落格留學人 第一句話都會先講說 我不是來站 可是變成 就是 在網路上 愛論站這件事情 已經變成哲學的標籤了 根本跟別人最差不多 那在站來站去的過程中 大家都要強調什麼 和平 理性非暴力 好 哲學人就是一個 我認為啦 所謂的人型機器人 所謂的人型機器人 人型電腦 很厲害 很會算 很會做 很會下汗 很會做推理 它是沒有溫度 不像一個人 比較像一個電腦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做哲學一語的報導 就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呈現說 這些人雖然是腦袋聰明 批判力強 但他們也有人性的一部分 他們 他們在他們的求學過程中 會不會因為 比方說一些人生遭遇 什麼的 然後對哲學改變 那我覺得這個是 講這個東西 是比較真實 比較有意思 好 那 這個是 哲學報導的部分 那我們還會 跟寫專欄文章 那這部分 就跟那個什麼 然後剛剛講的 臥槽 繞哲學會有點像 不過 我們就是 沒關係 就 他們有他們 我們有我們 那 我們會希望找 你對寫 哲學文章有興趣 來 來寫 比方說 實事點論 比方說 我們有一個 我們專欄文章的 主題叫做 泛哲學 就是你想要 把哲學 跟什麼東西掛上溝 然後去談都可以 這樣 那目前只有 三篇文章 都是我們參與自己在一起 那我們希望以後可以 開放投稿 那 還有 我還希望說 你們可以寫影片 寫 書評 這些東西 那 這部分 我們會希望 就是 你對寫 哲學文章 這類的哲學文章 有興趣的 可以 可以試著來加入 那我們也一樣 跟奧手學類似 我們有個內部的 旅遊的機制 然後 我們會在內部先看過 幫你寫 如果沒問題之後呢 才放上去 發表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還有比較特別的 就是跟 王子輩跟 朱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有所謂的 節目頻道 我們希望可以 推出電協節目 什麼節目呢 比方說 影片 我們現在網路上 招呼的影片 都是我們自己活動的影片 或者是 預告片 因為這影片真的很累 然後還有 可能會推漫畫 不是可能啊 是已經在推漫畫 那就是定期發布的漫畫 那 像這個漫畫 就很特別是 那個 前面作文賓那個 小一 她畫的 她是那個 中國職學 學中國職學出身 但是愛漫畫 畫漫畫 那我們是故意用水墨風 來畫先行竹子 然後畫哲學人之死 比如說這些哲學家怎麼死 就好笑嘛 就搞笑這樣子 就用這種風格去 去呈現到底哲學人 可以是什麼樣子 不一定就是 我們腦袋裡想像那種 一堆老人家 來講哲學這樣子 好 那 以後呢 我們還會繼續推小說 我們已經找到作家 他會寫哲學小說 那我們現在可以做小說的演講 那我們在明年開始會有廣播 會跟教育廣播電台合作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廣播內容 放上去我們的網站下來 那 當然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前面三個東西啊 都是內容 都是網站上的內容 那些內容是 不會賺錢的 就我一個 在網路上走掉很久的人來說 我發現 網路上賣內容是沒有利益的 它只能用來賣 它只能用來吸引注意力 那我們要把這個注意力轉換成 收入的話 我們就要推一些被賣的東西 像我們要推哲學文化商品 然後 其實 念哲學都知道 就是哲學有很多梗 思想實驗梗 中國哲學梗 或者是 哲學家頭都可以拿來賣 但是沒有人賣 為什麼沒有人賣 就是因為 哲學員對 在學術訓練的過程中 對哲學 可以用來做成這件事情 想像的 被卸制住 那一旦你開始想說 你要去賣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的創意又源源不絕啊 我們每天 專案成員跟自己坐下來聊的時候 我們要賣場的時候 都 每個都超有創意的 每個笑得超開心的 像什麼統中智能安全帽啊 或是什麼 XYD礦泉泉之類的 這個東西 當然是哲學梗 那大家 只有念哲學才知道 我們看也好笑 所以我們會把 某些東西 跟網站上面的內容結合起來 讓消費者可以在買商品的時候 知道說 這個 為什麼他要賣這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 切得到哪一個哲學的理論 或者是實驗 或者是想法 這樣 然後你可以透過買商品 來會知道更多的東西 不只是買一個 用的東西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 這是我們上一次辦活動的時候 推出的商品 那個 馬克杯是全部買掉的 不過 像什麼 杯墊啊 紙品這些都沒有 就賣不怎麼出具 希望明天 我們明天有辦活動 希望大家 來活動上可以買這些東西 贊助一下我們 那 我們還會有 活動跟課程 就是我們目前到現在已經辦了兩場活動 然後我們還跟一個餐廳合作 在推那個 專門賣給成人 尤其是有錢人的課程 的哲學課程 那 我看看 怎麼進去 這個 像我們第一次辦活動 我們叫社學網站 就是 我怎麼也講的 就是 我們討論網路跟心靈之間的關係 網路 網路會不會 這工具本身會影響到我們的認知 我們的大名 這樣 那我們討論兩本書 一本書叫做網路變本 那一本書 第二本書叫做2 big to know 他講的東西 不只是心靈哲學的議題 他講的是說 網路這個 新媒體的出現 讓知識的體系本身 讓學制 學校本身 的那個 高牆被 被打破 然後呢 那個 專業者跟被專業者之間的那個 鴻溝被米平 那 那 這兩本書很有意思 那他們說在 尤其是第二本書 是一個哲學家 他是海德科專家 他寫的一本 台網路的書 用後現代的角度 跟你講說 心靈體造成了 什麼樣的變化 那這些變化呢 是現在學運 有一個老師的 都不知道的 所以很有前瞻性 沒有意思的 那我們每次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讓哲學活動 有趣一點 所以我們都會舉辦 教頭愛哲學活動 這是我們做了一個 這是我們的Logo 我們的鳥頭 我們叫他焦頭 然後那個 那個我們就想要 請大家 帶上去拍照 為什麼要特別做這件事呢 就是希望可以打破 一般人對哲學家的 形象的想像 因為他覺得想像都是聰明啊 然後或者是很犀利啊 或者是文職彬彬啊 反正怎麼看不是朱家恩 就是我們紙面的樣子就對了 那一點都不是很親民啊 不幽默 不好笑 愛批評 沒有 我們希望說 帶那個東西 讓大家放下那個心法 讓大家放下 對那個哲學人 對自身的想像 所以你把自己搞得好笑一點 你不會怎樣啊 都不放法 對不對 然後也道德上無恥 讓大家幽默一下 玩一玩 通過這種比較隨性的活動 然後我們再來看哲學 這樣不是挺有趣的嗎 那我們剛剛講到課程的部分是 因為我把所有創業的想法都放在網路上 那就有一個餐廳老闆 他開了一家民意餐廳 然後只能做六個 那他就覺得我們這個想法很有意思 那麼他就好來說我們來一頁合作 餐廳跟哲學家一起來賣哲學 我們就開了四個系列的課程 那這個系列課程 那費用就那麼貴 六堂課就賣六千塊 一個人 然後我們希望看看 那個賣得出去賣不出去 看看那個市場 台灣人裡面這個市場 不要說只是賣哲學給高中生啊 洗腦啊 或者是賣給學生而已 這個社會上我相信是有哲學 但是一般人是有哲學虛情 他們只是欠缺管道 因為我們太習慣 在學校裡面學哲學 在學校後面找不到那個資源 或者是那個資源 永遠是那些有名的哲學教授 在使用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集結 專業哲學者 比方說博士生 甚至碩士生 或者是現在的博士後 那些研究員 他們其實都想要教書 但是現在沒有哲學 哲學系練習在幹嘛 在創造一個哲學 讓他們可以上台表演 讓他們可以實現他們當初 可以想要去教書 想要去推廣哲學那個理念 那也讓有哲學需求的一般人 有機會可以去跟他們做接觸 那如果這個東西開起來的話 可能那個哲學系都要找我們一起合作 那這個是我們開課的時候 那些上課的學員 他們一起帶這個東西 讓他拍照 我們就發紀念品給他 那有興趣的可以上我們展開一下 那我們現在在招募中 我們需要這些人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 對我們這個媒體有興趣的話 不管你是不是念哲學的人 就過來試試看 我們需要講師報道的人 就要補充的家庭 因為我們現在總共加起來 也才9個人而已 實際上在run的人也才5個人 講真人力短缺 我們根本撐了起來 有那麼大的一個媒體 所以如果你對什麼 影片製作啊 廣播製作 視覺生技 文章上面也開發 有興趣的 可以聯絡我們看看 但我們前面這三個 包括我們紙面 都是哲學新媒體的專案成員 你們可以大家聊一聊 等一下可以聊一聊 你們可以參與 合作的方式 那麼 這個是這個歷史就沒有講 這邊太多了 這個也有 好看喔 對 我們的下一步 我們現在呢 因為我們說我們要 成立一個 社會企業嘛 所以我們之後會去做工商品 去登基成一個公司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錢 就是 我們現在呢 只是一群人很熱血 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沒有錢 那網路給我們一個機會 就是從紀念開始 很熱門的那個 最終目資 就FlyEB這些 我們打算去商品目資 讓 就是 覺得 讓那些 呃 我們去吸引 大家可以哲學的 好奇跟注意 然後呢 跟他們講說 支持我就給我錢 然後呢 希望可以募到 第一年的 運作業基金這樣 然後用這個基金去 真的是成一個 可以自己 自己的企業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尋找 合作機會 我們會跟學校或其他團隊 或者是像哲武 一起來 哦 在 就是 共同推盟哲學 這個營業這樣 好 那我們還有就是會 持續的 嗯 辦活動 好 那我們明天 有一場 就是 辦了一場收斂的活動 專門談說 哲學人 他在面臨高校海嘯的時候 該怎麼辦 哲學博士啊 碩士 或是學生 想要繼續念上去的話 你也要面對這個問題 該怎麼辦 或者是你的小孩就做 推理對你說 爸爸我想念哲學 你也要跟他講實話 還是讓他去練 那這是 可以說這是一個 哲學研究生或畢業生的大場 我們大家來談一談 就是面對真相 面對現實 然後呢 不要去回避他 然後看看有沒有別人可以走 這樣 好 那麼 欸 基本上 這是 我要講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這個 哲學新媒體 我要再講一個就是 正在招募中 然後 如果大家會有 大家會有興趣的話 可以 跟前面的這幾位 成員聊聊 那如果你有好的 合作提案 也希望你可以提出來 更希望大家可以去參加明天我們的活動 雖然要收錢這樣子 參加我們活動 然後大家可以在 我們每次當活動 會後都會有所謂自由聚會的時間 大家可以在那個場合他們聊聊 談一談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你們三位男人 他們三位都談了他們各自 創辦自己的媒體的心路歷程 他們要推討的理念 但理念本身其實很難生存下去 我們必須要務實一點看待說 你今天創造一個網路新媒體 那如果永續經營下去 那你就去探討到你的 Case and Model到底是什麼 那剛剛 曾凱已經講了一下 他們哲學新媒體大概 會朝哪個方向去經營 那 因為我們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放給各位提問 那 有問題的 分享請舉手 我們現在來收集問題 好 第一位 然後 還沒有第二個問題 我們先創收集 好 第二個 好 第三位 好 不好意思 就是一個細節的問題 就是剛剛朱家有提到就是 如果 就是文章在那個 臥草 臥草 那邊 如果你是用 什麼有限性的開放 限制性 為什麼 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不太理解 就非常沒有關注那些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全面開放的時候 那些其他像什麼雜誌 就不會想要 是什麼原因 你就會越好奇 我想簡單問一下三位 怎麼看目前工部門 在你們想做的事情上 歡迎的角色 以及你們三位 對於工部門 將來 與你們做的事情 有什麼期待 謝謝 跟那個 包括哲學也有關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趣的嘗試 然後尤其 這個跟那個 下國社會學或 巴勒人類學的部分 其實非常不一樣 那下國社會學 之前初出的 其實以前 我有提評就是說 原本是 希望是一個很普及 很能夠 accessible的東西 經過病毒這樣 那我很好奇的是說 這個 烙哲學的東西 它會 持續的 就 就是 在哲學領域 還是說 它最後會變一個療癒症 就是什麼 就是說 跨領域 或者其他的 任務問題的東西進來 就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它 並不是一個MTO 並不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那 你提到 就是說 那這些東西 最後有些人會去 跟同一個舞台 比如說 像一件這樣 去發掉 然後是有收入的 那是不是 那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說 最後的那個收入 還是良賴 你家族 會傳遂不舊的 那一件事 這樣子 謝謝 好 感謝大家的問題 首先有限開放 其實很簡單 剛剛說 剛剛說 就是UDN UDN它要收你的文章草稿 它一定會要求說 你這個草稿 不能在臉書上面破破 或者說不能在你blog上面破破 除非 除非你的臉書跟blog 是很少很少的會去看的 因為他們會想要你的初次看載 是在他們的平台 然後我們的有限閱覽的意思 其實很簡單 你要來我們的討論區註冊會員登入 才能看到 這樣子我們其實比較好跟UDN交代 我們就跟他說 我們會員就這500個嗎 這不是說大家都看得到 這樣子 OK 這個是有限開展的意思 那這個有限開展 它其實也限制了 落哲學 它是一個寫作練習的平台 而不是說像是相思口社會學 它是一個對外開放的blog 這也是符合臥草的期待 我們不是說想要大家去這邊寫文章 然後其他人來看流量就變我們的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想要的是 你來這邊寫文章 你的文章只有會員可以看到 我們給會員看你的文章的目的 不是為了要賺流量 是為了要讓會員給你提建議 讓文章變得更好 我們希望你的文章成為 可以發佈到其他的媒體 去為你賺來搞費的文章 所以我們跟UDN談的專欄 是我們的第一個嘗試 在將來 我們落哲學上面 有更多人來嘗試寫文章 臥草會幫大家去更多的地方 更多的媒體去談合作 讓大家的文章 在落哲學寫完之後 可以丟到更多的地方去 那這些稿費 我們當然都是回饋給貨責 基本上營運是這個樣子 稿費不會進到霧草的口袋裡面去 它是越練習的平台 那關於豐富們合作 我在半年前有適合接了一個文化部的人文講座計畫 然後我的感想是 這他媽超麻煩的 我不會想再做第二次 老實說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很麻煩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 通常這種計畫 它是無法讓執行計畫的人為生的 你的每一筆報帳 都是要用在活動上面 它通常不會讓你報這個失費 所以這不是我們這種人 有那個代表去接的計畫 你可能是立心有一個執行會的 然後基本上是支出你OK 你接那個計畫來協助你 執行你想做的事情 像我們這樣子的個體部 或是這樣子的組織 我們需要的是人是非 所以如果公務門有人在場 我們需要人是非 這樣這個你們可以記得 然後再來巷子口出書 然後是說 有人會覺得說 你們不是標榜在網路上面免費看到 是不是 從後來跑去出書的 是這個嗎 我的問題是說 因為 因為其實有一個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平台是非常有趣 因為它其實有一點點像 學術成本機制 但是它是更開的棒 它是更親民的 那你幫助這個作者 然後文章更完善之後 但是發表了一件或是講 還有其他東西嘛 那所以作為這樣子一個媒介 你怎麼去看待說 你最終是人愛所謂的 是怎樣 因為就是你需要靠它來 就是活動作 你需要靠它來 一直看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 至少我們 還沒有找到 味道哲學營利的管道 然後目前的合作對我們來說 算是 怎麼講呢 算是鼓勵最小 合得不進 而且 我們都很高興我們的文章可以在 聯合報那樣子偏藍偏橫的媒體上面曝光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我是 我是不排斥的 那除非聯合報再將 接下來審稿 對我們會有什麼價值觀上面的奇怪意見 否則的話這個合作應該是 我個人是不會覺得 有什麼招待 但是我們也很歡迎大家對於 烙哲學在將來的走向 如果有任何建議或是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讓我們知道 都可以再想想看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開放的 然後可以真的幫助到 想要寫文章的哲學人 讓他們得到好的訓練 文章上到可以發揮哲學影響力的地方 希望是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那烙哲學接下來有沒有想要跨領域 事實上我們蠻想的 薄草公民學院 我們就希望它是一個跨領域的人文平台 許多人文的資源可以在上面互相的援引 許多文章有補充資料的關係 有互相對幹的關係 都可以在公民學院上面找到相關的補充資料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跨域的 那我們現在先做到哲學 原因很簡單 就是一位複雜公民學院的是哲學人 所以也很不論像是私心啦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積極的跟其他領域的人文寫作部落格做接觸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提供的這樣子一個審查 跟我們練習做技巧的討論群 喂 我只被問到一個問題 也就是公部門可以對我有什麼幫助 那這個 這個問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很重要的就是 那我到底要做什麼 你要先知道我想做什麼 才能回答說那公部門要怎麼幫我 那因為其實我剛才要講的東西 我只講大概三分之一而已 沒想到我把這個節目講完就沒有了 我補充一下 我做這個節目想要做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我自認我是哲學人 我自認我是哲學人 然後哲學是好東西 那哲學是好東西的意思並不是說 我比方說我覺得康格很棒 維根斯坦很棒 然後我告訴你們交給你們 然後你就把它學起來 對我來講 對哲學教育來講 這可能就是哲學教育的全部了 你去看看結學器就是在做這個事情 那對我來講 不是 對我來講不是 這個事情只是訓練大家當名媒而已 就是維根斯坦復生了 然後你就會馬上充滿劉根斯坦對事情的想法跟判斷 然後你就會說 這個問題不會跟斯坦怎麼回答 這東西是我剛才批評 這東西不是批判思考也不是獨立思考 那我認為哲學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是鼓勵每個人 運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跟做判斷 那我先把這件事情傳達出去 然後讓很多哲學人精彩的意見被大家聽到 因為大家媒體嘛 媒體不外乎電視啊 廣播啊 報紙啊 雜誌啊 那我就想把它找出來 然後介紹給大家 然後呢 我自己也喜歡跟人聊哲學 那我在做節目的同時 我可以把哲學人找出來聊 甚至找出來戰 戰可能是我不同意它 可能是我聽不懂 就我不管你是一個高中生大學生 還是什麼教授什麼 我聽不懂我聽不懂 你可不可以說人話 我覺得說人話是一個很重要的書籍 那我 我剛才就批評朱家安 那我批評也其實是前期的朱家安 就像我跟斯坦有前後期一樣 我覺得朱家安也有前後期 就是前期的朱家安就是寫部落格 在網路上跟人家戰 到處酸來酸去的這樣子 然後做一些 那個 佛洛伊德 什麼 那種 那種哏 然後酸人 那讓人覺得說 你根本就不懂心理學 不懂佛洛伊德 你根本就不懂 那會有很多不爽 但我覺得他現在已經 因此不變得比較包容 比較溫和 然後 很重要的是 他並不是自己在寫部落格而已 那他就是跑出來 開著名 哈哈 他還不跑出來做浪子群 這種公共服務的事情 然後 或推往這些思考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跟我的實術品很貴 在直接推往這件事情上 我其實十年前 就寫了一本 哲學 概論 如果大家有聽過 異博士出版社有讀解系列的話 可以在讀解哲學是我寫的 已經十十年了 但是在哲學推廣這件事情上 就是按住我前輩 那 想這麼多幹什麼 那 拉回來 公部門可以給我什麼幫助 你看 我把大家 介紹 出來 我把哲學人介紹出來 我想推廣哲學這件事情 如果 比較 站在公部門的立場上 怎麼做事比較有力 很簡單 在大學裡面補設哲學課程 在高中裡面 就像我們羨慕的 就是法國高中有這些教育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高中 每個學校都要哲學 大家覺得那會是什麼樣子 那會是什麼樣子 我再問一遍 這麼說好了 我們去想 大家看金庸 看三國演藝 有些覺得金庸很優雅 有些沒看過金庸的 有些覺得金庸很優雅 謝謝 大部分覺得金庸很精彩 但是如果 你把它變成課本的話 變成考試的話 那會是什麼樣子 那會是什麼樣子 那是一場災難 所以我認為 推廣哲學這件事情 公部門沒有辦法 幫我任何的忙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高中 教哲學課程 已經教了三年多了 就是巡迴 就是如果有高中 想要哲學課程 他也可以跟台下哲學系談 想要哲學系就會派講師去 那我在裡面就是有幫忙 已經教了三年 那這一個計畫的這個 目標是說 希望台灣以後會廣社這些教育 但是我雖然舔為其中一員 但是我對這些事情 暴使A關看的 我認為台灣的這個教育環境 你必須要在體制外戰鬥 那你說 當然就像佳恩講的 他又申請計畫 他又說那計畫 他不能養活人 但我也是指一個 比較戰鬥的位置 就是說 就這樣公部門 撥錢給我 可以讓我養活我自己 我也不想拿 因為公部門可能就是 我要戰的對象 可能就是我要戰的對象 而且 而且我做這個節目有個野心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荒謬 我希望全 講華語的人都來聽 大家去想 全世界有六十幾億人 中文可能只有十四五億 就是說講中文的人 事實上可能有十六七億人 那這十六七億人 有沒有哲學節目聽呢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就是說 你如果就是用一個很輕鬆的心態 就是說 我想就是 看看這個禮拜哲學節目事情 來聽聽他們聊天什麼的問題 或者說對時事 對哪一本書 哪一本病 有一個比較深度的討論 沒有 整個華人世界就是很欠缺這種聲音 那我希望 可以做到全華人都在聽 做到全華人都在聽 很重要 就是華人大部分是中國人 要讓中國人聽 那我希望就是 在這個思想上 去撼動 中國 那中國共產黨會讓我這樣做 基本上不會 或是我講的比較誇張一點 大家覺得 台灣還剩幾年 我講的誇張一點 台灣還剩幾年 那我希望 我不論 以後我多富有 不論我多了黨 還有 就算中國被 就算台灣被 中國統治了 我希望我要繼續做下去 那如果這個公務門 就可能 就不是台灣政府 變成中國政府 那他可能就給我錢 讓我不要做 或者說他給我錢 說你盡量做 就介紹維根斯坦 介紹康本 這樣就好了 我這個節目 節目的名字叫 折思台灣 就是用哲學去思考 台灣自己的問題 讓哲學人 說出台灣自己的哲學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說 介紹德國哲學 介紹美國哲學 當代哲學 柏拉圖 那個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台灣 自己的問題是什麼 是什麼 就像我剛才講的一本書 叫《論特權》 它是法國大革命 之前的一個神父 且批判當時的 大國社會 他認為法國身份 有什麼問題 它也是一本 政治哲學的書 台灣的政治哲學問題 是什麼 台灣的教育問題 是什麼 這才是重要的問題 那麼多人變哲學 我們可以說得出來 台灣當前重要的哲學問題 是什麼 而很重要的 我們台灣人自己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或者是在座諸位 你自己去運用自己的經驗也好 理性思辨也好 學習自己 理性的一些思辨 學習的成果也好 你自己的判斷是什麼 我認為那個東西是重要的 我認為工部門不但 我不需要他的幫忙 而且工部門可能永遠都是我戰鬥的對象 對 這是我的答案 謝謝 王子面那樣子講 我還是需要人施費 王子面那樣子講 王子面那樣子講 我還是需要人施費 那個 接在王子面後面講 這是一件很衰的事情 對 他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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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派公信還不去你掉 好 剛剛 對 問題是說工部門對我們有什麼 我們三個人 事實上是做不一樣的事情 這個 那個 朱家安是繞哲學 出來推 不 他是臥草出來推哲學 那 那個王子面他是 一個人單槍拼馬 就要跟那個工部門幹起來 這樣 那我們是 我們現在搞社企業 我們就是要搞公司 賺錢 養活自己的企業 這樣 工部門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 我們學校 學校會不會都有幫助 恰恰好就是因為學校對我們沒有幫助 所以我們才出來開公司 好 那 政府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有可能有 如果是像朱家安剛剛講的那種情況的話 那很慘 那連我都不想要去接 那 最近 就我所知是 政府有一些 就是推廣 推文創的 或者是鼓勵 新創事業 然後 政府幫你出資多少錢 百分之四十 貸款 不是 先給你錢 然後你可以自己再去投資多少錢 然後呢 你可以用這個當資金去 去營運 如果倒掉了還不用還錢 是有這些 措施在 這樣 那我們 我們目前是有興趣去 這些廠子聽一聽說 怎麼申請 會不會搞得跟那個文化博客 那麼複雜一樣 這樣 那如果不會的話我們會 我們會嘗試說 好我們就去跟政府 算貸款嘛 拿自己錢 然後呢 來投入我們的那個 新創事業這樣 那 當然是希望 那個不會倒 那倒了不用還也不錯啊 就是試試看啊 哲學家出來 嘗試一下 也不會怎麼樣啊 就拿大家納稅錢玩一下 那是這樣的 不是啊 這是政府有股幣性創事業的部分 那這部分剛好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我們不自詩是一個什麼 被利益主持嗎 那我們就大方拿這個錢 來試試看啊 對吧 那我對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搞一個 特別要搞社會企業 我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說 像 到臥草 他們出來搞哲學 雖然是 所以他們很尤其在推 但是他們基本上就是 依附在另一個企業底下 所以是做 對我來講 例如像是 井上天花 的那種 那種感覺 就是他們不是專門在做哲學 只是 順便推一下哲學 然後他氣圖性很大 野心很強 熱血非常夠 這樣 那我認為這樣 就我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健康 什麼這樣不是很健康 因為 他這樣燒光了自己啊 成就了一個很偉大的事業 就是 可能窮的跟鬼一樣 或者是說 那個把自己健康聘掉 那我們出來 所以我搞這個哲學心媒體 搞企業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有組織化的方式 去組織這些專業者 然後讓他們呢 有 在 怎麼講 可以透過自己的專業去養活他們自己 在養活自己的過程中 去實現自己的哲學理念 那這些哲學理念 可能會包括說是 比方說 像剛剛講的 工理運動啊 要改變社會啊 要 可能要 可能要參政之類 管他的 那也有可能是 提升自我啊 幫助別人 提升自他自己 或者是 得到某種生命的 救贖或循環 之類的 或者是 甚至是 我覺得念佛學也 都可以懷疑我們這公司 一起 一起 一起來 怎麼講 推廣佛學之類的 因為這些都是很高中的東西 很有意義的東西 只是缺乏 媒介 缺乏方法 缺乏管道 去推廣而已 那 那個 其他大學聽起來也可能 有點不太 不太可思議 這種東西 怎麼可能 用這種方式去推廣 開公司 放個網站在上面 就可以推廣嗎 這樣 那 我這邊要用一個比較 不恰當的比例 我們就看過那個 什麼 AB No.1 那網站 那網站是幹嘛的 他們專門介紹 日本的AB女優 好 他們介紹的AB女有什麼 三維啦 或者是他們興趣思好 就這網站剛出來的時候 我承認 我第一個就跑去看 那我剛剛看的時候 我就非常驚訝 哇 怎麼會有可能 有人把社會上 不敢講的東西 那種很秘密的 很私密的 色情的東西 講得跟 明星產業也一樣 跟那個什麼 小S啊 我不是說他們有 類別的關係 我就說 就是他們可以這樣講 然後講得好像就是 在介紹明星產業這樣 然後呢 看久了 忽然呢 在台灣看久 通常大家就習慣了 現在你只要 電視上看到波獨眼睫 大家也知道他是誰 但是你不會用 特別的眼光去看待他 對吧 還是會 還是會 反正就是 你這個東西看久了 你就覺得 那沒有什麼 那就是一個生活中 很平衡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 就程序林 希望可以做到的這些事情 就是用各種管 各種方式 影片 小說 漫畫 各種我們可以想到的 媒體手段 去把哲學 當日常生活的人 這樣講出來 呈現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說 喔 這個也可以跟哲學有關係 這樣 好 那我們 另一方面 我是完全不去考慮什麼 跨裡面的問題 因為在哲學裡面 談跨裡面 有點 有點白癡 沒有什麼講 因為哲學跟什麼事情都有關係 跟歷史、政治、科學 一大堆 什麼都有關係 只是一般人 就是用 學制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的時候 覺得說 學哲學是 有別於這些學科的一個專業而已 但其實不是嘛 如果你來念哲學的哲學 它不是 這所有東西 念到最後都是哲學問題 那我們只是說 跟大家講 用比較 要好懂得跟大家講說 其實你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哲學問題 只是你需要哲學家的幫忙 讓你可以想得比較多 比較久 比較遠、比較深 不是死人 你知道嗎 那我還在講就是 我們 這個企業的另一個目標 就是 應該說我想做的目標 就是我想要 把開圓馬運動 我想大家對開圓馬運動 熟不熟啦 就是 軟體界 那種運動 把它移植到哲學界 我希望做一個哲學的開圓馬運動 就是把哲學的相關知識什麼的 都發到網路上 你愛看就看 你愛看到就看多少 知識不用錢 內容不用錢 但是如果你需要哲學服務 你需要哲學訓練 你需要哲學技能 你必須來找我們 然後我們呢 大家都收費啊 用比較健康的商業的方式 大家 你繳錢給我們 然後我們提供服務給你 這是開圓馬的模式 我相信哲學界也可以自我照顧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可以把這個企業辦起來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 社會上 哲學專業者的一個表述 謝謝 那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開放最後一批的提問 沒有朋友要提問 一位 我們再多休息幾個題目好不好 有沒有其他的題目 沒有問題嗎 OK 咱們就請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王子麵先生說到用哲學來思考台灣 台灣這個島嶼自己 我會想說 在台灣島嶼這個上面 最貼近 人民 大眾 生活的一個 哲學 跟哲學相關的問題 可能是宗教 我還挺少在台灣的一些這種 哲普的活動或者環境裡面看到跟 特別去談宗教 尤其是針對每一個宗教去談的 我比較常見的是 大家最近愛談的應該是Face 或者是性別關係或者是政治哲學非常流行 但是宗教特別針對每一個宗教真的很少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容易貼近很多大眾 尤其是大家可能印象當中不太現在還上網的某一個年齡層的人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把這個年齡層調動起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喔 而且不是把所謂宗教就推給宗教人士 不是把宗教就推給慈濟嗎 對 就是推給他們來講 而是用哲學家來講宗教 我們一想到哲學家就是蘇格拉底 就柏拉圖 就康德 就某些名字很長的人 可是 跟大家平時去拜拜的 跟大家可能要去教堂的那個關係到底是什麼 他跟我們身體之間直接有關係的那個過程當中 哲學可以介入多少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其他問題 其實說實話 如果你去統計台灣的哲學家 就是他們的信仰的話 大概大多數都是無神論者 所以為什麼呢 台灣哲普的人不談宗教 因為其實很多的人是無神論者 如果他們如果談宗教的話 可能會很無聊 因為他不是幫助我們和神經理 他就說 對不起沒有神存在 所以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都是無效論證 這東西沒有人要討論的 當宗教這些東西 因為我自己是念歷史的 我們去看宗教的時候 基本上是從 是從人的角度去看的 而不是從他們那套哲學裡面去看的 我覺得哲學家 那一般人 或者比我們念歷史的 有一個好的一點是 他可以有條件 有能力進入到 那一套邏輯裡面去看 然後再出來告訴我們 或者告訴更多的人 OK 好 等一下 呃 怎麼 中獎在阿托 好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這樣還沒有發言 那個朋友發言 好不好 所以那位先生 我想介紹一個節目給大家看 就是說大陸 並不是像我們所講的 他們沒有這種哲學的 你去看一個叫邏輯思維 他裡面也有講到 怎麼樣盈利的事情 但是我在看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在講哲學 他有一個理想 他們是很企圖心很大 要造就個人的性 但同時之間 他們也是有在 給自己一些掌勁 所以我想一下 他裡面可以參考 好 謝謝 謝謝 邏輯思維這個節目做得不錯 我好難多心思維製作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要發言 我們給你沒有發言過嗎 好 溫 請問你 我是說 正在內容 看到那個交通 這三年 的鐵海不知道什麼 才能解釋一下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 就開放各位提問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是交給我們三位 做最後的結論 好不好 剛剛都會提到一件 你便簡單做為總結 每個人兩分鐘 好不好 剛剛講到那個 在台灣哲學 為什麼不談宗教 那剛剛 風偉老師講的 其實很對 台灣做哲學的 我覺得大多數 是無神論者 所以事實上我們一談宗教 馬上就被罵了 所以我想這是其中的原因 為什麼大家 不太談 但是 關於宗教哲學的講座 其實 我有開過 大概兩三場吧 過去兩年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將來有相關訊息 可以再讓你知道 謝謝 謝謝 其實喔 對我來講 什麼問題 都是哲學問題 什麼問題都是 重點不是 它是什麼問題 重點是我們怎麼去談它 比方說 宗教這個問題 可以怎麼談呢 其實在我們 第27集的 哲學台灣裡面 剛剛講 就請宋竹 黃宋竹 來聊 論理由 聽起來就很抽象 哲學家可能 想聽不懂的東西吧 我就講說 理由就是 你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嘛 那這有什麼好講的嗎 那宋竹講完之後 我就問他一個 就是宗教的問題 因為台灣人在面對 你自己想 你自己的情況 你要是 愛情有困擾 愛情有困境 或者是說 事業有困境 課業有困境 人生有困境 這個時候你會做什麼 很多台灣人會去求神 問父 拜拜 把破崩尊 我是信耶穌的 我就把自己交給上帝 那其實你就想 求神問普是好理由嗎 上帝 媽祖 觀光 或者是一個算命仙 塔羅牌 他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這是好理由嗎 是不是 為什麼 這就是哲學 這就是哲學 不一定要從有神論 無神論這個角度去虔弱 我覺得其實哲學是非常具有魅力的學問 然後最後我回答一下那個 國際思維的問題 國際思維我也有聽 他不全然是哲學 然後有個件事情 我承認他製作得非常精美 這件事情就是朱家印有跟我討論的 我跟他建議我 哲思台灣要做得更精緻一點 他應該要跟這個來賓 要討論一下這個發言內容要怎麼做 那我回答他的問題就是說 我是做真的不是做假 我是做真的不是做假 我的意思不是說朱家印叫我做假 也不是這個意思 你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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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關鍵時刻 然後 一年純一開獎 這種節目 大部分他都是設計好的 就是誰想怎麼畫 都是設計好的 然後大家其實 每個來賓是去表演 你要表演多學多文 你要表演就是很三八很白 然後就在那邊演戲 你有沒有覺得很容易演 那我只是台灣 邏輯思維也是 我承認他的製作 他有一個人他真的很難講 其實我不覺得我信於他 他真的很難講 他有很好的製作團隊 然後有很好的幫他製作的人 問題是 他所有的橋段 就是他自己在那邊 索學逗唱 有沒有人挑戰他 有沒有 這就是澤氏台灣跟他最不一樣的地方 我就是負責挑戰那個主角 但又有很多限制 比方說我自己學位不夠 學識不夠 或者說我要顧及來賓的面子 所以我也不可能在 他已經打不出來的時候 我就立問他 他可能是我學長 可能是我老師 可能跟我不熟 所以我就 其實你們去新哲司台灣 我真的有在現場發飆過 那次在中年院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 因為我聽出來他是念哲學的 然後我聽出來他在胡說八道 然後他一直逃避有問題 我幫忙就發飆 後來我就問他 的確他是要明星哲學 所以就是 這裡面 哲學是理性最不生氣 我覺得這是胡說八道 對 裡面是有對話 是有挑戰 是有說不出話 是有相互指引 這個東西才是活生生的哲學思考 而邏輯思維不是 它是一個製作很精美 可以帶給我們很多享受的節目 我撐到他去 但是沒有人挑戰羅胖子 沒有人挑戰他 這是重點 這是台灣是一個相互挑戰 然後當然有人批評我最後一個講法 就是說 東武哲學系的 他其實是我學妹 東武哲學系的主理教授 吳哲美老師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這種即席問答 其實是有缺點 我說你是完真啊 你說不出來 就不見得是來賓說不出來 彰顯我多厲害 可能我問問題問錯 不過他的講法我理解錯 那個也都很原原本本的展現給各位聽眾看 誰說哲學家軍醫院那樣也很聰明 國拉圖不會說錯話 蘇卡尼不會想錯事情 不是這樣的 德文哲他就跟我說 這些極其達變的事情 有些事情可能要沉澱之後 會有更精采的思辨 但是你也知道 我不可能說 我做過我們節目說 對不起 我們想兩個小時之後再回來 所以不能這樣子做 這個東西有它的局限性 我承認 但是你要沉澱的話 你可以去看 就去安卓的哲學集團 他寫篇文章一定是反覆思辨所改 但我就是要當場的那個 激起的反應 而且講人話講真話 我絕對不在我節目裡面放過 那個來賓說 他講的天花亂墜很抽象 自以為很有道理就放過他了 我聽不懂 我就要求他說到 至少我可以聽懂 而且我會把我的標準 放在一般人的標準 去跟他對談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德西達的結果哲學 我一定聽不懂 我便打包票 你聽不懂還在找我 你告訴我你哪聽不懂 我下次就改字了 懂不懂 就是你不用去擔心說 那個議題就是 你可能聽不懂 我做每一集我都負責 這樣一般人可以聽得懂 對 這就是我對這個 邏輯思維的這個回答 好 謝謝 很妖異 氣勢一下就那麼厲害 剛剛那個宗教哲學 這個我可以講一下 這個我可以講一下 就是最近有一本 迪波哥有出一本書 叫做《宗教的威界》 很有趣 他會說它是 它是無神論者 英文開頭就是 無神論者的教堂和教會 很有趣 他就說哲學人 剛剛那個吳鳳老師有講 大部分都是無神論 所以呢 無神論就不需要 宗教的威界嗎 他這本書就回答你了 還是需要的 就是你一樣可以從 宗教那邊取得一些 現代人 因為現代人寂寞心靈所需要的東西 雖然宗教界人是很難對的 但是一個不錯的觀點 那我們希望我們那個哲學媒體 也會提出類似的觀點 就是 你知道 一般人有一些迷思 哲學人也會有一些迷思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透過媒體的推廣 來突破這樣的迷思 包括哲學人對自己的想像的迷思 那第二個是 焦頭牌 為什麼叫焦頭牌 其實 沒有什麼特種特別的理由 我們當初都是設計Loco 設計師給了我們一些Loco 蘋果啊 電燈泡啊 然後那個P 這樣 那個P看起來就是 我乍看一下就是 欸 這是個鳥頭嗎 但是他說他是個P 就是Philosophy 那個自首 那 我們後來 我們怎麼選那個Loco呢 是大家感覺 那時候我們哲學迷理號召了十幾個人 大家都喊在的時候 表決說 來得好 那大家 不知道怎麼搞的那個P就勝出了 那勝出之後我們就想說 哇這個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的Loco 你要怎麼樣去說它這樣子 那既然說他像扭頭 那我們就叫他 尊講頭牌啊 那剛好台灣有那個 壯陽藥嘛 焦頭牌 焦頭牌 還有愛符號啊 那我們就叫他焦頭牌 就是把那個焦 改成那個 那個焦水的焦嘛 就是啼乎換頂啊 對不對 像這樣講的 你會跑高骨的教練 就不會聽起來這樣 焦頭牌 這樣 我們那個焦頭 我們每次辦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帶著他 然後一定要找到他拍照 打卡 那今天我們本來打算是 一定要帶來 然後我講的時候 往這邊帶你 往這邊講的時候我帶著 就忘了帶著 那希望大家明天可以參加網路活動 來我們活動現場 還可以讓你 讓你拭帶拭開 這樣 你會對自己的形象 感覺好像不一樣 好 謝謝我們三位 優秀的哲學 感謝這三位 我們非常先驅的哲學創業 想問 祝福他們的哲學創業能夠成功 好 那我們等一下結束之後 我們哲學新媒體的團隊都在這邊 所以各位有興趣 接觸他們的團隊 可以留下來一起討論 然後朱霞安 然後還有就是台灣的王子 我們也都留下來 歡迎各位留下來繼續討論 那我們現場 我們通常都會留下來繼續聊 聊到凌晨一兩點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留下來聊天 那我們先 呃 呃 陳慶凱老師有事情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好 大家好 好 那個 我們這個禮拜天 還有一個哲學非心情 然後我們要講的主題是 台灣第三勢力的可能 好 然後這個第三勢力當然包括很多種 但是這次比較其中是在綠黨的觀點 那因為 大家都知道 紮霞安的哲學心球 是不找政治、倫國、政黨來這邊 可是為了台灣這個公共議題 我們也不會太去政治化 所以這次如果給 呃 綠黨來做這件事 我們大概也會請第三勢力 像公民組合 他們也來講一次 不然還有那個激進策異 也要來講一次 關於第三勢力 他們各自的想像 我們可以知道說 在之後台灣的問題裡面 其實政黨政治未來的發展 到底還是屬於兩黨制的政黨人體 還是屬於有可能 第三勢力多黨制的一種 呃 一種可能 所以很歡迎大家在禮拜天下午2點到5點 然後我們邀請了吳建宁老師 來重新做一個他對第三勢力的觀察 那當然還有綠黨的其中幾個 然後由黃崇諺也是我們哲學師公來擔任主持 然後非常歡迎大家一起過來 然後 最後要跟大家講說 哲學星期五在 因為我們辦這個活動 所以 我們也會進行那個 小兒的募款 所以等一下呢 那 有一個小的貓頭鷹那邊呢 如果大家要有零錢 就把他丟下 然後那個 趕快 讓他知道位置在哪邊 在那邊 然後就 那我們 在 希望說等一下大家也可以盡量包圍我們的講者 因為我相信 他們在草況的初期 需要很多的職工 還有很多的幫忙 很多的協助 那尤其我覺得 我聽完以後 我覺得 那個 我覺得王子麵真的好可憐 一個人 然後會爆肝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 他長得那麼帥 然後那麼帥 其實應該好好保養自己 所以如果大家有願意呢 在今天成為他的粉絲的時候呢 然後趕快去包圍他說 你可以幫忙做什麼 也都讓他一個人做 那另外哲學新媒體 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講 是說 因為哲學新集 它本身就是一個非營業的團體 所以 當他們成為一個營業組織的時候 其實我們合作的機會就比較少 對啊 這個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它會涉及到 因為沒有 沒有一個沒有錢的去幫有錢的組織 做事嘛 對 但是呢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唯一可以做一件事 先跟大家講 我們在跟很多的 比如說出版社合作 我們是一種公共性的結合 你可以看 有時候我們會找出版社他們會過來 但是我們不會打輸 不會在裡面打輸 我們只會談共同的議題 同樣是 然後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吃它 最後還有那個 那個邏哲學 佳安這邊 他也是非常希望說 如果說他們未來有一些活動 包括作為哲學寫作這些部分 非常歡迎大家 盡量去加入他們 去寫東西 去寫 讓我們在論述上面 不管是感性還是理性 還是能夠做一個比較好的認證的說明 我想 要 不僅只是哲學人的參與 而是 所有人如果都能夠參與的話 我們台灣會比較 能夠在思考上面會比較精緻一點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禮拜見 謝謝